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县政府上午在大理堂举办了带状炮枕疫苗接种记者会 正式启动4年期带状炮枕疫苗接种实证计划 县长许正位特别表示,为全国支线的接种计划 每年将会提供3000剂的带状炮枕疫苗 给涉及在花莲50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 以及65岁糖尿病族群来免费接种 花莲县政府上午在大理堂举办带状炮枕疫苗接种记者会 有限的学生委以及各局处首长的见证之下 宣布花莲县政府今年度开始4年起 花莲带状炮枕疫苗接种施证计划正式启动 花莲县委全国首创每年提供3000剂的带状炮枕疫苗 提供设计在本县50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 以及65岁糖尿病群组免费接种的福利政策 带状炮枕的部分 因为珍瑞注意到这几年 我们花莲县的长者很多都真的在带状炮枕上面罹患力 以及已经痊愈之后 其实她的整个生活上不舒适 影响到她整个生活作息和品质 她的品质影响到生活品质以后 其实她的心情绪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样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氛围还有团结 所以真的这就是一个治标治本的工作 所以在跟朱家长局长我们在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在110年来推动带状炮枕疫苗的免费注射 当然她的对象因为她的花莲县符合 我们65岁以上或者中低收入户 这个其实人数非常多 所以我们要分4年来执行 所以一年是3000计 我们先把族群先锁定 这个每一年每一年 在这个跟其他有不同的族群 在让这整个将近一万两千计能够广推 花莲县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比例 百分之七点四十七 为了因应高龄化的社会 成人疾病的预防显得格外的重要 如果能够利用疫苗接种 将近60岁以上长者 因感染带状炮枕 导致的并发症 以及后续的照顾的社会经济成本 并且积极维护老人健康 增进其免疫力当务之急 花莲县是否提供乡亲这项的福利 能够供弱势族群 获得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 缩短花莲县与全乡其他县市的城乡差距 落实健康贫穷的理念 即使周英皇所导 可以去试镜 越来越多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红花莲